歡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前輩有句名言12碼 要是入 要是不入 遇上一支球隊擁有一位神級的守門員 有時想挑戰也挺困難 東方沙龍就得到鍾浩賢這位夠極型專家的幫助 在初級組銀牌足球賽半準決賽淘汰丁祖的天翼晉身四格 越早的東方沙龍接受丁祖的天翼挑戰 對方陣中的梁志駒和林曉鋒都有甲組經驗 同樣效力過南華 不敢輕敵的東方沙龍雖佔較多攻勢 但反而要先落後 梁志駒的佛球龍門框幫了東方沙龍逃過一劫 大難不死的東方沙龍亦試過被龍門框作弄 擋住姚學文炮製的佛球 藍三軍始終有能力先開紀錄 更衣室回來踢7分鐘 王俊軒一己之力將攻勢轉化成入球 領先的東方沙龍後送個十二碼給對手 鍾浩然在禁區拔跌梁志駒 兩個人的十二碼對決 鍾浩然就擊倒梁志駒 成功撲救令東方沙龍保住不失 不過黎諾賢64分鐘佛球 再好伸手的鍾浩然就無法指招架 這個入球也令兩隊最終在法定90分鐘踢成1比1 要立即互射十二碼分勝負 頭三輪天族全部射失 除了因為梁志駒的第一腳一射衝天 鍾浩然也做出兩次撲救 救出黎諾賢的第二腳 以及陳家興的第三腳 相反東方沙龍的頭三輪全部都入 梁志駒搞定這一球 比賽結束 東方沙龍互射十二碼正勝3比0 總分就贏4比1 會和炳祖的葵青增入初級組銀牌決賽 打和我覺得有點意外 幸好十二碼贏了 其實沒有我都是盡責 我做回自己的事 希望盡量有機會救到就救到 我沒有想過其他事 我一直都希望幫助球隊繼續走多步入決賽 條線是很好機會的 我們希望經過今次 即是今場球的教訓 下場球再繼續下去 其實不是說踢得不好 但是比較緊張 因為我們年輕的球員比較多 所以我們覺得慢慢來 一支球隊如果擁有高質素的外援配合 可以說如虎添翼 南華獨入2013年 進一步加強森巴元素 來自巴西的沙欣更加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竹總盃初賽第一圈次回合 擁有2比0優勢的南華再鬥公民 亦是沙欣在少林寺的第一戰 雖然上半場的風頭被歐陽耀衝蓋過 連軍兩個入球 令南華進一步拉開優勢 但是沙欣大部分時間都表現搶鏡 換邊之後不單交出一個入球 當對方的新組射入12碼破彈之後 沙欣就造就陸志豪做入球功臣 而入體沙欣的摩露 就幫南華把次回合的最終比分 改寫成5比1 兩回合就大勝7比1進級 下一圈會對日之全JC神希 很棒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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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未適合 但他的走位比較好些 還有有光有油 和富大埔就在第一圈淘汰南區 取得足總盃8強席位 所回合大勝3比0的六三軍 次回合作客 7分鐘就由安基斯見功 令出線資格更加穩陣 就算9分鐘後送回12碼 被對方的卡里爾做繪子手射入 下半場更加被林家亮偷窄 令大埔次回合都輸1比2 但兩回合計都贏4比2 八強會對黃斌FC香港 八強對黃斌FC香港 八強對黃斌FC香港 我想到時才知道 我們後備兵源不足夠 所以長遠去計劃未必會做得到 反而反過來我們每一場球 打回好自己 反而對我們更理想 其實球隊很簡單 你贏球就什麼都有 有士氣、會團結、有信心 這場球我跟校園說 我不是說你需要反先距而進級 只不過想一場贏球 增加大家的食肆信心 我應付下一場聯賽 因為始終聯賽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項賽事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 強調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 是政府發展體育的策略 梁振英說 政府會進一步推廣社區普及體育文化 包括籌劃以及建設新的體育設施 和強化梯隊培訓系統 又會和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合作 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適當支援 令他們有機會充分發展潛質 耗資大約18億港元的香港體育學院 主要設施預計今年內落成 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更先進更完善的訓練設施 當局也會繼續與體育總會合作 吸引國際級體育項目和賽事來香港 由2014年開始 香港將會成為WTA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巡迴賽的其中一個賽站 至於啟德體育園區的籌劃工作就加緊進行 香港競技體操國際邀請賽 在馬安山體育館舉行 焦點都集中在香港代表石偉雄和黃曉瑩身上 特別是黃曉瑩在平衡目的黃曉瑩上發 更加令到各界期待 前空翻轉看180度的黃曉瑩上發 是Angel在倫敦奧運獨創 第一次在香港展示 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國際體操聯會又會改例增加難度 換言之這套獨門絕學不會再用 在賽事得到四金一銀的黃曉瑩 今年集中世界杯系列賽 以及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和東亞運動會 富商上陣的石偉雄得到兩金兩銀 石仔希望爭取時間休息 農曆年後開始準備新賽季 曾在2008年協辦奧運馬術障礙賽的香港 將會在2月28日一年三日 在亞洲博覽館舉辦香港馬術大師賽 亦是亞洲區唯一一個五星級賽事 賽事的質量等同網球的大滿冠 馬術大師賽除了香港站 還有法國巴黎和美國紐約 香港站總獎金100萬美元 相等於780萬港元 雲集倫敦奧運金牌得主 以及世界排名前25位的騎手各組 香港就派出鄭文傑和梁巧玲參賽 贏過全運和亞運獎牌 08年參加過奧運的鄭文傑 雖說近年長時間在歐洲訓練 但能夠在香港參賽 始終都是興奮的 看回自己家主場比賽 希望有好成績 希望每場比賽都有前十名的狀態 成績 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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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全運 希望團體都拿好成績 希望都是擺回團體 世界排大獎賽香港站 闊別一年後復辦 今年8月9日至11日 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四支參賽隊伍 包括中國、亞根廷、土耳其 以及捷克共和國 以及捷克共和國 今屆世界女排大獎賽 擴大規模 由12隊增至20隊 主辦城市由9個增加到15個 香港是第二週的分站 經過三週的初賽 排名最高的五隊 連同主辦國日本 祭新八月尾在北海道舉行的決賽週 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最新的中韓女排組合是怎樣 大家都很關心 大家都知道倫敦奧運之後 中國女排的實力 大家都感覺到好像不太理想 所以現在國內進行排球聯賽 排球中心都會在國內的排球聯賽完完之後 才決定最新的國家隊名單 包括教練在內 位於葵聰醉酒灣的國際小輪車場 是2009年東亞運動會的比賽場地 亦見證黃絲提昏當年為香港贏得第一金 這個BMX場怎樣持續營運 就成為最近關注的大議題 大約30個香港小輪車運動員 趁香港單車聯會召開週年大會前表達訴求 希望香港單車聯會管理的國際小輪車場 改善營運模式和提高透明度 香港單車聯會回應 國際小輪車場的營運小組早前解散 希望稍後處理好收支平衡 由於駐場人手不足和內部維修 場地今年開始要調整收費和有限度服務 開放時間由6天縮到3天 國際小輪車場由香港賽馬會撥捐2,200萬港元興建 09年10月啟用 單車白萬行2013在天水圍舉行 吸引超過5000位單車愛好者參加 起點和終點都在天影路 在平下路截返 全程大約10公里 白萬行宣揚單車安全 大會要求所有參賽者一律要佩戴頭盔 熱愛單車的香港滑浪峰環代表梁浩俊都是一份子 我覺得這個慈善活動很有意義 所以都來參加一下 善事就不嚴重多 最重要是幫到人自己又開心 很多人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第一次參與這些活動 所以都很特別 因為其實我都聽過好幾年 不過我自己經常都不在香港 所以都沒有機會參加 兩個家庭沒有任何界限 相見人士 甚至藍芽裔小朋友都獲邀參加 大會也新增奇英組 超過20位老友的平均年齡70歲 最大年紀是87歲的潘廖楊 潘翁當然由他的健康之道 一年一度的香港100公里跑 舉行到第三屆 吸引過千個跑手各族 當中不少來自歐洲和亞洲的頂級男女子跑手 北潘衝鬥到大帽山 途經多個風景區 香港越野跑建議曾俊傑第一次參賽 希望賽完全程 也都享受過程 其實是不痛苦的 過程是享受的 不過最難的就是眼睡 因為 一過了12小時以外的比賽 你的眼睡是會佔過你的身體 因為你跑到一後大半的時候 如果不是你 你不用理他了 他自己會走 但你的精神上一定要支援他 你可能要喝點咖啡 讓他清醒一點 節目結束之前 再跟大家重溫香港競技體操 國際邀請賽的精華 多謝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